他還會打人喔 他還會打死兩個 媽媽 媽媽 我不敢問媽媽 所以爸爸的東西 爸爸東西又愛亂放 然後腳又臭 媽媽 腳又很臭 這個爸爸帥嗎 爸爸超 超 天娜 她好漂亮喔 天娜 是傳說中的 原子妃嗎 天娜 Kindle 妳要不要跟大家打個招呼那邊 大家好 我是袁杰 大家好 我是阿姊 大家好 我是阿飛 阿輝 阿輝 阿輝啊 阿輝有見面了 所以妳們那麼激動 是妳們都有在討好他們自己 對 他們真的好可怕 因為他們三個姊妹 從小的日常生活 你只要看到他們的頻道 你會覺得太真實了 就是真的一般家庭 超可愛 姊妹會吵架 然後跟爸爸媽媽的那種互動 譬如說他們家很喜歡比 比誰最厲害 三姊妹最愛比 然後有他們比 吻爸爸的腳腳 好臭 對 要比 吻的誰最厲害對不對 是不是有這個 結果是誰最厲害 所以妳們三個都有吻爸爸的腳嗎 沒有 他一直把他用勾他的腳 然後自己吻 爸爸覺得自己的腳很臭 然後他就自己摳 然後吻 然後他發現很臭 然後叫你們吻是不是 然後妳們就沒有吻 沒有 還是妳們吻了 沒有 我沒有 我不吻 我也不吻 所以爸爸的腳 一直都那麼臭嗎 妳們三個會為了什麼事情吵架 搶電視 搶電視 妳們要看的東西不一樣是不是 不一樣 妳要看什麼 我要追劇 追劇嗎 蠻劇嗎 不是 古裝劇 古裝劇 哪一部 我很多部 我不知道 妳該不會喜歡那個什麼 鶴蠣 王鶴蠣 王鶴蠣是不是 蒼藍絕 人家講氣靈絕有沒有 還要看什麼 來 來 來一下 沒看的 這個 超韓傑 你們三個都追完了是不是 超韓傑 然後有愛上男主角嗎 沒有 你們三個誰最厲害吵架 他 他最兇 他還在打人喔 他還在打我們兩個了 真的會痛的那一種呢 會痛 打哪裡 打背嗎 他每天都會推我頭 害我 所以妳留來這麼短 妳就被推掉了嗎 所以連姊姊都怕妹妹喔 會 好可怕 你們全家都不敢惹阿子是不是 媽媽 媽媽 我不敢惹媽媽 上一個節目把爸媽都出賣 爸爸腳臭媽媽很兇 所以全家最... 全家的老大是媽媽 所以爸爸也不敢惹媽媽 不敢 就是反正做作是 一定會先道歉就對了 還是說根本不敢吵架 OK 他們倆有吵過架嗎 吵什麼 爸爸東西亂放 所以爸爸東西 爸爸東西又愛亂放 然後腳又臭 沒有 沒辦法 腳又臭 所以媽媽就很生氣是不是 很可愛 媽媽該不會還是 又很漂亮吧 那爸爸帥嗎 爸爸超... 我去出來跟那個阿姨碰個面 我會帶許小三一起 沒有別的意思就純吃飯 有笑臉 那妳看阿姨手上有什麼 大笑 大笑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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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耍花 媽媽說 第一次耍花 好漂亮 妳今天好可憐的感覺 為什麼要送我花 因為我的媽媽是妳的 超級大粉絲 所以那妳是嗎 我也是 真的 因為妳知道 我為什麼跟她有關係嗎 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不是有出那個 單...那個 Demo 對 裡面也是有九九春發表 對... 然後她當時就有幫我錄 那個結束陳發表 中文版跟英文版 然後我看到她的那個畫面 我就覺得她長得實在太可愛了 超帥的 然後我就說 妳有沒有興趣 出來跟那個阿姨碰個面 我會帶許小三一起 沒有別的意思就純吃飯 她吃不飽碰面 就花你而已 其實花經驗超不對勁的 妳們知不知道 妳們的影片在網路上 很受歡迎 知道 妳滿有跟我們說 所以妳知不知道 哪一則最受歡迎 就是我一直親妹妹的那一則 妳一直親她 妳一直親她 對 她那時候幾歲 跟現在一樣五歲 所以妳一直親她 是被妳爸媽逼的 還是說妳真的想親她 就是因為我把她惹哭了 然後奶奶就說 妳自己惹哭妳自己哄 所以我一直跟她說對不起 然後一直親她 妳為什麼會惹哭她啊 那時候 因為我一開始看到妹妹 把那個 我們吃的東西打翻了 然後我就很生氣 然後她就哭了 影片妳有帶來嗎 她不知道 我知道 她們有帶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那一則嗎 就是那一則 Pububub 那會讓妳感覺更好 Stinky Bum 她一開始還不清淵對不對 Stinky Bum Stinky Bum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連我都有點心動耶 對啊 好像這樣哥哥 現在哥哥太帥 我覺得無法耶 阿姨的性感也不是很好 你知道嗎 怎麼辦 怎麼辦 一海 我告訴你 這個姐姐 她最喜歡人家親她臉頰了 她會親愛 因為她今天心情不好 因為工作人家真的壓力很大 親愛 妳可以去 趁她鼻子 幫助姐姐一下嗎 捏她鼻子 趁她 她把妹妹推去 妳不是說妳的顏感 太棒了 還眼花吧 眼神充滿了 這是什麼世界 妳不知道妳要幹嘛 妳怎麼要親我馬上 媽媽沒有跟我說這一段 可是妳不覺得她以後長大 怎麼辦 他們兩個顏值 未免也太高了吧 超級高 妳爸媽也是大帥哥跟大美女嗎 妳確定 我確定 爸媽有在現場嗎 媽媽 媽媽很漂亮 媽媽很漂亮 那爸爸是外國人嗎 對 爸爸是外國人 美國人嗎 還是英國人 英國人 爸爸有來嗎 沒有 爸爸帥嗎 爸爸有來 媽媽 媽媽怎麼在場外擁有狗 媽媽 妳有沒有看到那麼直白嗎 媽的東西遺產到妳 怎麼辦 媽媽說爸爸不帥 妳也覺得嗎 我覺得媽媽很帥 媽媽覺得兒子比較帥 那妹妹 妹妹妳覺得爸爸帥不帥 好 太好了 好 妳現在都沒有經歷那種就是說 大家都給我閉嘴 什麼什麼 抓狂的時候 不會 妳也不會想要在外面 他們只要聽到我的聲音 稍微在 加重語氣稍微嚴肅一點的時候 他們就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提醒說 媽媽 媽媽可能要升級了 快點 我們快點先去 就會拍子 就大家都各自分散 聽到被那時候會被偷笑 妳看九個 他就說是兒子最貼心 像我們家也是弟弟很貼心 然後他才兩歲的時候 哥哥 那時候在練習自己上廁所 那個上大號要擦屁股 然後我弟弟就自己去拿衛生紙 要幫哥哥擦 然後還叫我去看 然後根本就也沒擦到 然後哥哥就很匹 蹲在地上就拿一本故事書 然後讓弟弟幫他擦 擦屁股 然後連出去玩的時候 如果有哥哥被人家弄哭 然後弟弟就是很小一個才兩歲 他就會衝出去說 你去拔戰 為什麼打到我哥哥 弟弟保護哥哥 也不是妳教的嗎 不是我教的 而且 但是哥哥有時候很Man 像有時候 我昨天去一個春酒嘛 然後哥哥 要穿過重重的人群 就是他就牽著我 然後就這樣牽著我 他就走前面 他說 好可愛 然後常常在夜店要 要出來了 幫忙拆路 然後他就等到說 突然覺得有點 那個小路亂撞感 怎麼兒子那麼Man 我覺得男生本身 會照顧別人的心 會比女生多 真的 男生其實滿會照顧媽媽的 所以九寶媽也 聽完他們的故事 你會不會覺得說 你們這些都是小案子 真的 我們家就 幫手也很多 然後又很團結 這些都真的是 團結 真的是 所以你現在都沒有經歷那種 就是說大家都給我閉嘴 什麼什麼 抓狂的時候 不會 你也不會常常在外面 因為他們只要聽到我的聲音 稍微在 加重語氣稍微嚴肅一點的時候 他們就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提醒說 媽媽 媽媽可能要生氣了 快點 我們快點先去 就會拍子 就大家都各自分散 聽到這個時候會不會偷笑 有 有時候真的還會笑 因為以前那個脾氣很差 差到爆 你以前是會跟女生打架的那種嗎 一定會 然後 我們交到男朋友的話 可能就是不高興 也會直接吹一吹這樣 你會不會打男友 就是在還沒有生小孩之前 一樣 就是跟我老公在那個 剛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 他惹我生氣 然後我自己一樣 就很生氣的 直接吹他一下這樣 是真的吹嗎 結果一生完的時候 他就覺得 他有這個問題說 你怎麼跟婚前跟婚後 差這麼多 就立刻變成娃娃音嗎 就會比較 沒有 也不會 就是生意就一直這樣 很可憐 他走到馬上 挖一馬上 像之前就是一樣的 就 學校啊 或者是接外面電話一樣 都會說 林先生你好這樣 然後瞬間都喘吵 真是很悶 悶到爆 可是有沒有什麼 是以前的結婚前會去做的活動 然後你現在覺得好可惜 還是還好想去 以前就是夜生活比較多 朋友一去他就會直接出去 然後後來這種生的時候 真的就 完全就 朋友找然後一律就收弄 而且這麼多小孩 那個煮一餐要多久時間 差不多一個小時吃一個小時 可是有的還在喝奶 有的是要吃這麼小吃 哥哥啊 哥哥會煮菜 哥哥跟姐姐都會 大家都搶著要 每次 小事他會煮菜 就比如說我要去忙 然後我的大兒子就說 媽媽我來 然後你可以去那個 去做你的事 然後 然後那個他可以去餵拿 然後幫那個弟弟妹妹換尿布 這些都是他搞的 我超討厭小孩 如果在飛機上後面小孩 一直踢你一背 你會被抓狂 我一直後面 我一直直接轉過去蹬他 就是從那個椅子的那個碰碰 對 直接轉過去蹬他 再踢我就直接跟他媽講 不要再踢了 叫他不要再踢了 對 我在餐廳吃飯 有時候遇到小孩很少 也是會這樣啊 你很少回去坐 我超討厭小孩 我超討厭小孩 你沒有小孩嗎 我沒有小孩啊 所以你們就是刻意不生嗎 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生出來 我可能會想要餵死牠 牠這種生物就是一種 就是為什麼 你這種無理取鬧 然後又是可以這麼的蠻橫 然後但是又占盡好處的生物 你小時候也是啦 對耶 占盡好處的生物 對啊 我們為了小孩 我們現在什麼話不能講 我們什麼事不能做 都是為了怕教會小孩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能做自己 為什麼為了小孩 對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對 然後再來小孩 你真的是完全碰不得 牠來擄你 牠來煩你 你一胸牠就哭 又變成我的錯 對 又變成是我的錯的 可是妹妹 你的小孩不會這樣啊 有些小孩就真的很乖耶 但大部分不是這樣啊 我知道 因為我的小孩就是 腳 一個面 你知道 因為我老公也知道 我喜歡喝紅酒 他就買了各式 這樣裝紅酒的杯子 他最近買了一個那種 很薄的玻璃杯 然後是 手包杯那種嗎 對 就是這樣直接握在手上 剛好就是我一握 你就覺得 就好爽 剛好這樣塞得剛剛好 然後再倒紅酒進去 然後比如說我女兒 徐老三如果突然走過來 然後講了一 隨便什麼話 然後我都很想要這樣 直接 它會破掉 我就覺得說我可以徒手 把那個杯子這樣捏破 然後我就要忍住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把它喝這樣 我就說 寶貝 妳要去睡覺了 居然那杯子 我覺得我老公買錯了 因為我真的有一天會把它捏 要買塑膠的 沒有 應該拿威士忌杯 來裝紅酒 威士忌杯 對 比較安全 對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小孩 因為我覺得散發出一個 就是我真的很不喜歡 小孩的氣場 所以是 別人的小孩你也會散發 連我自己親戚的小孩 我妹的小孩也有事啊 就是我妹的小孩 到現在還是很怕我 但我沒有對她胸過喔 因為我妹跟我媽住在一起 有時候我回去看我媽媽 然後就是我坐在客廳 她們小孩回來的 來幼稚園或是小一點多 然後回來 兩個小孩回來 然後一打開門 看到我坐在那邊 就算定格了 你不敢手進來嗎 對 我是她舅舅 對 她就算定格了 等一下 她們就定格了 你看妳坐了什麼 我也沒有怎樣 我只是坐在那邊 跟我媽聊天而已 不能跟我的徐好善那個 相處 相見 為什麼 因為你真的可能 把她壓制在地上 然後 因為你絕對吵不過她 譬如說 本公主不喜歡 看你這種類型的好黑 還流胡渣 看起來好髒 我感覺就像我的僕人一樣 就可能是徐老三會講的形容詞 這個還OK啦 這個我覺得 這個OK 我不會跟小朋友計較這些 對 就好 那主人你不要來煩我 你自己說 對 你不要來煩我這樣 再來OK啦 對 我會這個樣子 所以就不會太激烈這樣 所以你是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很討厭 就是例如說那個 如果在飛機上 後面小孩一直踢你一背 你會被抓狂嗎 我一直後面 我直接走過去蹬她 就是從那個椅子的那個空空 對 直接走過去蹬她 再踢我就直接跟她媽講 不要再踢了 叫她不要再踢了 我在餐廳吃飯 有時候遇到小孩很少 也是會這樣啊 別人的小孩 我不知道是誰 你真的很討厭小孩耶 小姐副系列的YouTube 居然開放會員了 只要加入會員的話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專屬徽章 還有機會可以來看 小姐副系列的現場錄影喔 只是還有機會而已 還有機會而已 反正有可能 快來訂閱小姐副系列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